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任命的争议员们都会到国外来基础和观摩有关国家的议会制度 要发展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文燃节的议目里上说 这可以让基层领袖更成熟 更勇于在会议上大声地来表达人民的诉求和所面对到的问题 与此同时 由于疫情而推迟了好几年的时文燃节 今年终于复办了 也获得5000名民众的踊跃参与 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换换焦点 妇女家庭和社会发展部已经做好准备 来应对上大月可能发生的水灾 这个部门的部长Diadostri Nancy Shukri 昨天在2023年世界心脏徒步活动开幕里上 提到说他们将透过各县的社会福利局 和各地的县公署来进行合作 以应对任何的紧急情况 我们常常有做好准备 尤其是民主人们有关系的 这也没有关系为两个卧币 所以这就是我们真的要准备 然后林监洞已经开吩咐 在2022年里已经有两个卧币 在Sapah有一个卧币 在Sapah已经开吩咐 Sahabah,Hepernosekan,她的家庭有228人和722家庭 Pera,Pera,她的家庭有37家庭,她的家庭有9家庭 Selawak,33家庭有7家庭 根据大马气象局的预测 季后风过渡阶段预计将从9月19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 因此NNC社会表示 她的部门将确保所有的准备工作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并随时准备好面对大马气象局所预测到的可能性 Tapi,Persediaan,Cisa,Seperti,Siasa,Lah It's always,Pernama,Ada,Kita punya,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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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ya peralatan Bakan minum,Seperti biasa,Lah perlu,Ada persiapan kita That,That one is normal Bakali kerana,Kita sudah tahu,Bahawa banjir akan datang,Especially pada hujung tahun 所以我们在旁边都要付加价值观 再来放焦点 学术和课外活动相互平衡 才能够全面地塑造学生的个性 上来月交通部长的德西宇仅慎表示 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 包括培养团结价值观和提供发挥团队精神的环境 此外学生们还可以从活动当中来吸取到 领导的价值观和相关的知识 以事实呢 丁区州议员的李景胜 星期六在为联中雄心飞扬文娱晚会 主持开幕的致辞的时候这么说 这为期两天的文娱晚会是 学生们发挥才能和学习社交能力 比如活动管理技巧 团队合作精神 时间规划和社交互动等的最佳平台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博拉旺州选区内的公园将分阶段来提升 来促进社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上来月公共卫生房屋和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陈明志表示 从去年开始 他们已经投入了大约100万令吉 来提升和改善选区内的公园 他先说随着公园设施获得提升 可以让人民有一个聚集的空间 进而加强社区之间的联系 正如我说 它是一部分我的联系 因为我想要继续我们的社区 我想让人们来见到人们 rather than 留在家 看传播服务 看传播社交媒体 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到老师 当人们在团队 当人们在团队 当邓人在团队 在团队 我认为是很好 是很好 对吗? 他星期六晚上为2023年 国拉旺区中秋语言游会 进行亮灯雨事后 对媒体这么说 目前临汉水路和红绿路段的 公园基础设施改善工程 已经完成了 之后就是位于 石纳路和美乐路的公园等待提升 而有关儿童游乐场 承明市就表示说 一些公园会专注儿童的需求为主 而另外一些公园 则会以老年人来提供更多的设施 因为每一个社区的公园 都有同各自不同的需求 所以全部都关系 所以我们需要研究 我们需要研究 开始谈谈到邓人 为了得到适合 所以我们在设计 制作的地方 来适合邓人的需求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没有1,2,3,4,0 没有,没有1,4,0 所以你会看到 我最后的部分 我做的地方 你可以看基本上 然后你可以发现 不同部分和不同功能 再来带你关注旅游产业的消息 2023年世界旅游日的举办 可以让夏娃月和美里 列入世界旅游的目的地地图当中 夏娃月旅游创意产业 和表演艺术部副部长 达特陈超耀认为 获得全球认可的活动 将可以让外国游客更加了解夏娃月 尤其在美里是一个具有很大的潜力 成为绿色目的地的城市典范 使用美里市区或 Near Cave 作为例子 我召唤全球设计和 WTD 在这里这早上 去认识和重新的行动 我们的行动和合作 去发展任任何东西和尖计 与投资金资金资金 在我们的地址 从我的农业 这除了医院,政府社会,当然 não言, k vet, private sector, academic institutions, associations, NGOs, and community leaders also play a very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role to develop and sustain tourism industry in Tsleil-Awa as a whole. 他星期六在2023年沙拉月,世界旅遊日清点活动上致辞的时候 也呼吁所有的旅游业者在各自的框架内 强调以绿色投资来开发任何商品或目的地 以符合2023年12月世界旅游的主题 也就是旅游和绿色投资 投资于人类地球和繁荣 他也表示说绿色投资无疑是以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来发展旅游业 再来当你跟进评选的最新消息 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已经把11月4号定为日拔周一席补选的投票日 选委会副主席阿兹明也宣布说提名日将会在10月21日举行 那么竞选期将长达14天 从宣布参选人的候选人名单周开始也就是10月21号到11月3号 dan memutuskan satu pilihan raya kecil Dewan Undangan Negeri N67 Jepak Sarawak 亦可允许的判断 亦可允许的判断 这些判断 各种招责判 各种招责团 亦可允许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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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 25 September 2023 以新年 今天在布城主持 特别会议后 召开新闻报告会的手机说 提名中心和计票中心 就设在 明都如根本日拔社区的礼堂 他还说 这次的补选将委派 446位官员 来负责执勤工作 Bagi maksud menjalankan PRK DUN N67 Jepak Sarawak SPR telah menetapkan tarikh-tarikh penting seperti yang berikut tarikh RIT 25 September 2023 hari ini hari Isnin hari penamaan calon 21 Oktober 2023 hari Sabtu hari undi awal 31 Oktober 2023 hari Selasa dan hari mengundi adalah pada 4 November 2023 hari Sabtu 日拔社医 普选所采用的 注册选册册 是更新到 今年9月15号的 6月 附加选册册 全部有 22804位选民 包括 22761位 普通选民 和43位警察 省委会将在 10月16号 开始发售 这次州选的 注册选民册 这次普选 是因为 原来州议员 Dalib Zubinib 在本月15日 病逝而告询空 所以需要举办 普选 来填补 日拔区 州议员的空缺 新闻最后 带你来看看 沙拉州议长 Muhammad Aspia 星期日主持 2023年 时温然节 并不理的 现场画面 同时也感谢 你收看今天的 乌克斯法语新闻 那么多的新闻资讯 欢迎追踪 我们的 乌克斯各大 社群平台 还有官网 乌克斯.shirawa.gov.my 也别忘了 订阅乌克斯的 YouTube频道 掌握最新的 不想进入的 新闻资讯 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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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